潜艇上有没有窗户 这个问题得看你问谁了 俄罗斯会说 有啊 你看咱们潜艇的舰桥上 不都是带有窗户的吗 但美国人会说 潜艇怎么会要窗户呢 多此一举啊 他们的潜艇的确是不带窗户的 所以为什么 首先不管舰桥上带不带窗 在潜艇进出港口 负载水面上航行时 都是需要上人去钉一钉的 美国他不带窗 那就直接站到顶上的平台上吧 吹着小风欣赏海景 也是很不错的 谁让他的港口 都在气候舒适的地方呢 但俄罗斯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的港口位置没那么好 每次出港都需要更长时间 在水面航行才行 其次啊 这里的天气通常都比较恶劣 不是天寒低冻 就是疾风咒语 让船员直接站到露天 有点过于不近人情 对不对 所以就干脆把顶上封闭起来 让他们待在舱内 通过这几个窗户 向外观察好了 是一个有温度的设计 不过你看这些窗户 好像一点都不皮实的样子嘛 而且的确就只是用一些 类似于巨饼系的塑料来制成的 潜下去之后 怎么扛住水压呢 好吧 它不用扛 因为到时候 内外水压是一样的 直接带了窗户的舰桥 位于非耐压壳里面 潜入水中后呢 会直接泡进水里 等上浮把里面的水漏干之后 船员才会再次进入 各国的舰艇从侧面看起来 几乎都是一致的灰色 但如果我们来一个上帝视角 画风就一下子变了 俄罗斯军舰的甲板 居然大多数都是红色的 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它是一种含鲜防袖器的颜色 军舰防袖 这不用再过多解释了吧 它不是一个用不用的问题 而是一个怎么用的问题 俄罗斯的军舰要防袖 难道西方的军舰就不防袖了吗 那为什么他们的甲板就不红了呢 因为他们把红色的防袖器 给遮起来了 大多数时候 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外观 西方的军舰会在防袖器上 再涂一层灰色的油漆 使甲板和剑身看起来一个色 而在另一些时候 他们还会进一步使用一种 呈现出深灰色 或者是黑色的防滑涂层 总之就是不让红色暴露出来 相反 俄罗斯就没那么讲究了 红色就红色 只要能够防袖就可以了 统一 它能够帮我战斗力翻倍吗 而且暴露的红色底气 相比起更加明亮的灰色 反射出来的光线更少 使水手们在阳光灿烂的甲板上 走动时更不容易受到炫光的影响 维护翻新起来也更加的便宜 你只需要铲掉一层气就够了 而西方的舰艇 你至少要铲两层吧 最后我再补充几句 外观美不美这些东西 大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谁说统一的色调才好看呢 我觉得红色的甲板也很帅嘛 所以不排除 人家俄罗斯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同的审美标准的 你看这两次啊 左边的光红级巡洋舰只有顶层甲板 保留了红色的原色 而右边的击落级巡洋舰呢 这是整个甲板都流成了红色的 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为了审美嘛 潜艇一般都是黑色的 为什么 是为了把自己变得跟深海的颜色接近 然后更好的隐藏吗 但潜进深海不是已经算是很好的隐藏了吗 所以啊一定另有原因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真相 首先要肯定的是 潜艇的涂色的确跟伪装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呢 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阶段来谈 第一个阶段 在核潜艇还没有发明之前的一战和二战时期 潜艇浮在水面上的时间 是要远大于其潜在水下的时间的 所以自然很容易被别的水面舰艇给发现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呢 就很有必要采用一些伪装的办法 于是涂上迷彩就是最简单搞笑的啦 一战时期 美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试验 然后发现将潜艇的舰身涂成灰色 甲板涂成黑色 能够起到最好的视觉保护效果 所以在这一阶段呢 灰黑配就成了潜艇的主流涂装路线 接着来到了 在旋舰艇上都配备了水面侦察机 当从空中看 而且即使下潜了 只要是深度还不够的话 依然明显可见 这就不太好了 于是还是美国 在1937年 他们在珍珠港进行了一系列的烧操作 把试验用的潜艇涂成了彩虹编队 紫色绿色蓝色黑色 只要是你能够想得到的颜色组合 他们基本上都试了一遍 最后发现 深蓝色在青色的热带水域 是最好的伪装颜色 好了 那么打此以后 大量的潜艇应该都是深蓝色才对啊 可奇怪的是 就连美军自己的潜艇 也还都不是深蓝色的 为什么呢 原来在得出这个结论的一开始 美国海军司令部的确是下令 将所有的潜艇涂成深蓝色的 但随着改装进行 新的问题开始浮现 蓝色的涂料 它老化的快啊 涂上没多久 就褪色成了一种粉粉的乳白色了 更加显眼不说 也让原本应该是硬汉形象的 美国大兵变得娘炮起来 这谁能忍啊 所以又只好重新涂回到 更耐用的黑色了 就这么一路将就着 来到了21世纪 英国海军看不下去了 它一定是很自信 自己的涂料不容易编制 因为在2006年 他们将特拉法尔加 攻击核潜艇中的一艘 托贝号涂成了一种 称之为铁蓝色的新涂装 据说这种颜色的潜艇 在明亮的海面上 被识别出来的概率 只是黑色潜艇的一半而已 算是目前也是第三阶段 得出来的潜艇最佳涂色了 好了 既然这样 那怎么潜艇们的颜色还是停留在黑色上面呢 难道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生产出来的铁蓝色涂料 依然容易变性吗 是改变性质的意思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原因是 现代潜艇大部分是根本不涂色的 黑色是他们的天然底色 或者说是覆盖在他们表面的 消音砖的天然底色 相比起在视觉上被看到 现代潜艇更怕的是被敌人的声纳给听到 而覆盖在潜艇上的消音砖 既可以吸收主动式声纳发出来的声波 从而降低其有效的探测范围 又可以减少自家潜艇内部发出的噪音外溢 比方说发动机那巨大的噪声 因此也降低了对方的被动式声纳的探测范围 可谓是真黑科技啊 最早发明它的是德国 1940年代就被用在了大名鼎鼎的U型潜艇上 到了1970年代 苏联人照搬了过去 把消音砖安装到了自己的阿库拉级核潜艇上 发现真的很有效的 经过这个大约10厘米厚的消音砖包裹之后 该级核潜艇的神学特征 直线下降了20分贝左右 于是到了1980年代 美国和英国也学了过去 都开始在自家潜艇上用上了黑色的消音砖了 所以现代潜艇它不是被涂黑的 而是被薄黑的 那为什么消音砖是黑色而不是别的颜色呢 因为它的主要材料是密布着许多微小空隙的橡胶 而天然橡胶的颜色本来就是白色的 是的 本来消音砖的颜色应该是白色的 我们的汽车轮胎也应该是白色的 它们之所以被黑化呢 不是为了耐脏 而是为了耐磨 在白色橡胶里面加入碳黑材料 可以让轮胎比原来耐磨10倍以上 也可以让不断经受压力变化的潜艇消音砖 有更长的服役时间 并且研究还表明 在消音砖的橡胶里面加入碳黑作为增强填料 比使用其他增强填料更加吸音 所以为什么不用它呢 另外当添加不同比例的碳黑填料到消音砖里面后 还可以改变它们的吸音属性 因此可以用在潜艇身上的不同部位 达到最好的隐身效果 好了 这就是黑色潜艇的黑色秘密了 总结一句就是 它的确是为了伪装 只是也许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伪装罢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在早期的潜艇身上 通常有两样你现在一定是看不到的东西了 比如我马上要做的这个模型 从海底出击里面的德国U96潜艇 在它的舰手部位呢 有一个斜着的 像是支起来的锯子一样的结构 诶 它是干什么的 另外你看其实在有些的箭手的下部呢 也是有它的 第二样东西是 从箭手拉到箭桥 再从箭桥一路拉到箭尾的这样的揽神了 诶 它又是干什么的 要是你已经有了答案 就把它写在留言区吧 好 它俩呢 其实都跟一个东西有关 反潜网 这是一种悬挂在类似空桶 或者是浮标等漂浮装置上面 垂到海里面的 用钢丝制作而成的大网了 它们通常会在海里面跨越一个较大的区域 在这里组成针对水下潜艇而言的 既特殊又有效的障碍物 毕竟在那个时候 探测水下的潜艇的手段呢 还十分有限嘛 与其去围它 还不如围自己呢 把自己的重要港口给围起来 让敌人的潜艇进不来 诶 谁说进不来的 有盾就有毛嘛 游艇前面的那个锯子呢 就是用来在反潜网上割出一道口子的 然后这个缆绳就像是你撩开门帘的手一样 可以将网子给撩过头顶 这样它不就能够顺顺利利的穿网而过了吗 它们一个叫做割网器 一个叫做跳线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 它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 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 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 中国的山东号 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 首先都是只有一座舰岛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两座 其次啊 前三艘航母呢 都采用了鞋式飞行甲板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 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 诶 它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先说两座舰岛的问题 是为了迷惑敌人 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 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 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 前后排列一样吗 显然并不是的 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 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 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 伊丽莎白女王号 使用了两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 作为它的动力来源 所以就需要两套排烟系统 来把飞机往外排了 通书典奖就是它有两根大烟囱 这两根大烟囱 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处在甲板上 既然甲板上还需要力气箭导 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 把烟囱和箭导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 还要再特殊一些 它的两套动力系统 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 所以你要么是设计 一个很长的箭导 一次性的把两个烟囱都包在里面 要么就得要安排两座箭导 分别来裹住两个烟囱了 它最后的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导式航母了 再说它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 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 它为什么要整两套 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 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 间隔的这么远呢 如果你已经猜到了 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步 原因其实很简单啊 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 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负责嘛 1941年11月14日呢 一枚德国U81潜艇发射的鱼雷 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弦 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并将箭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 大量的海水倾斜而入 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 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 也就完全中断了 于是啊 这次二战当中 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 就只能困在原地 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 哎 要是它有第二个锅炉就好了嘛 英国人懊悔不疑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 才会有了两套格的 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 就是为了荣誉备份 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 两个烟囱 那就两个烟囱吧 哎 咱建两座舰导不就好了吗 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 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 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两个班子 在配合上呢 有点不太容易 哎 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 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 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 所以就更加要考验 两栋楼之间的磨合了 哎 但除此以外呢 分层两栋 比合层一大栋 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 甚至在两座舰导之间呢 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厅 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 比如啊 两个小舰导 比一个大舰导 所带来的空气 湍流更小 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比如啊 分开的舰导 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 和飞行控制的效率 位于前方 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导呢 得以离船手更近 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 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 尤其是在狭窄的水道上 而位于后方 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导呢 因此可以装上 290度环绕 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 把从舰尾到舰手的 整个飞行甲板呢 一览无余 因此就能做出 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 哎 还好说啊 分开的舰导上 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 降低了两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 而分开的舰导 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 在难度上呢 又减小不少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导造型 还真是有理有据的 那么 它取消了的鞋式飞行甲板 也同样有理有据吗 哎 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啊 其他航母上 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 鞋子放 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 都是滑向甲板 靠勾住拦阻锁 来减速降落的 哎 这样的方式呢 有其特定的风险啊 就是万一 飞机没有勾住拦阻锁的话 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 鞋子的甲板 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鞋甲板 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 哎 它是很难避开 停在前方的飞机的 结果呢 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 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 直升机 自然不用多说 固定飞机 采用的是F35B 它可以在舰手那个上翘 12度的滑越甲板的助力下呢 实现短距离起飞 然后在舰尾 直接以垂直的方式 左舰 既然这样 干嘛还用得着 斜着摆甲板呢 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 显然还能有更多的赋予空间嘛 你看 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 就我个人而言 还是非常喜欢 这艘航母的造型的 所以你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你的看法 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